你會發現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們做出來的版面 這些其實太陽春了 所以呢我希望說呢我可以 透過什麼透過有一個叫 Singrawler的一個網站 他這個Singrawler的網站 也是Jekry Mobile 他這個家公司 所弄的啦 他主要的用意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如說我要增加 A B C D 等等的你可以一直增加很多的布景主題 然後你可以給不同顏色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透過這個網站來做 不過跟各位講 這個網站 其實 關於色彩部分我還真的不好調 而且要花蠻多力氣才能調出你要的顏色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我大概Demo一下 最後把這些調完之後 最後呢你就去下載一個 他的 叫做什麼Think.zip的一個檔案 然後裡面我們其實只需要 使用他其中一個 CSS的一個檔案 那要必須放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就可以把我們的網站變顏色 那怎麼變顏色 特別是假設我A B 那你其實可以把那個 這個 顏色給加上去 加的方法跟各位講 我先Demo一下 做出來的結果類似長這樣子 我先秀一下 這個是我剛把他改變的 你會發現即時一下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綠色 我們本來沒有綠色 底下本來沒有淺綠色 上面本來沒有 棕色 因為我故意就是 找那個 有點是那個什麼大自然的 顏色 不是綠就是 就是樹木的顏色 棕色 OK 然後有深有淺 綠島這個點下去 有沒有這個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這個圖示 上面的話 當然 簡單變個顏色 至少變個顏色 看起來 不會像之前那麼單調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去 變這個顏色 首先的話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先連結到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請各位連到講義裡面的 第幾頁 這邊有個連結 往下拉 你會發現在講義裡面的第 第6頁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叫 SynRover 有沒有 這個網址 就是SynRover JQueryMobile.com 然後 這個 VER 這位後面有個參數 版本的話 記得 因為它版本很多種 請記得 不要選 最新的 請你選哪一個版本 SynRover 進來之後的話 Get Rolling Rolling 這個Rolling 你會發現進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上面有一些版本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用的版本 是最舊的 就1.0.1的版本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之後 你想說 老師會不會 我們要不要更新到最新版 是可以 但是 最新的版本 會有一些限制 最新版有哪些新的東西 其實除了可以變顏色之外 還有裡面的icon 它有一堆的icon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去查一下 JKMORFOR裡面 新版跟舊版 至於差在哪裡 那我們 點進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要做哪些地方 比如說我今天 A B C 甚至你還可以再增加 還可以增加 D E F G 反正你那個 每一個 都是一個 布景主題 那預設的話是A 所以其實主要你針對A 去做調整就可以 比如說我想要把上面部分 做成深綠色的話 那你可以拖拉這個綠色把它放開 它是上面這邊綠的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這個底下的有一些這個顏色把它變成 淺綠色的話 那這邊有淺綠色 你可以把它拖拉到哪裡拖拉到這個顏色放開 淺綠色的 然後link如果你要改成紅色的話你可以把link放開 紅色的 也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底色的話甚至 你想要把它改成一個淺棕色 類似這樣 這邊就改了 其他還有哪一些可以改 反正 這個地方 其他你如果要改一些 對比色的話 甚至這邊好像還有一些 其他顏色吧 你們可以自己再去 把它找一下 另外這邊好像有color 還可以再去調調色盤 其實可以改得非常細 那我只是大概 大約的把這些 稍微改動一下 這邊變黃的好了 OK 類似像這樣好像太黃了 不好看 換一下 好 反正你就 拉一個顏色 只是說他的顏色 將來如果說你要在變動的話 這邊還可以再改他的一些相關的 這個是什麼 他的對比 他的亮度對比 可以再調一下 OK 比如說你要想要淡一點的 這邊都可以調 這邊 對比比較強 對比比較弱 OK 再把顏色調 調亮一點 好像 OK 那這樣子 亮 黃色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呢 這個AOK 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 B 如果你想要再一個大膽 比如說你想說 我要一個 比較那個粉色系的話 粉色這邊有 有沒有 Pink一點的 OK 因為我比較不知道 怎麼樣Pink OK 因為 我是 這有沒有比較Pink 反正 OK 自己再調一下 這個再調一下 你看 這樣不OK 好啦 我盡力了 因為這不是我的專長 這太灰了 這個白一點 好 假如是這樣子 我們已經都把這些 兩個樣子都做出來了 OK 你就自己調一調 最後 如何把這個樣板 放到你的 這個電腦裡面修改 特別注意 有幾個地方要特別特別注意要修改哪些地方 我先把這個地方 我原來的樣板這個部分先恢復好了 那我在步驟更歸 第一個先把上面先調我們要的顏色 第二的話特別注意 最關鍵的地方就改這一行 哪一行 其實就第六行 在Title的下面這一行 哪一個地方呢 這邊有一個什麼什麼點 CSS 其實就這一個 它這個應該是 JQ Mobile的 什麼 新名就是背景 然後預設是這一個 1.0的mini 這個是最陽春的 CSS 主要是這個檔 你就把這個 改成 你從上面下載的 檔案位置 就可以 怎麼做 一 請你把那個剛剛做好的布景主題 先把它 選完了 我只有做A跟B 如果你要做更多 你可以 CDE 反正每個都可以改 可以改一堆顏色 至於上面要怎麼去改顏色 上面還可以再去調整 甚至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還可以調 有沒有 你還可以調這樣 有沒有 往這邊調 他這邊還有調色盤 每一個每一個 細部的部分 Body 或者是黑的這邊上面 不是可以調顏色 這邊還可以再調 有沒有 裡面還可以調啦 太多地方可以調了 我就不細想了 請各位自己再調 因為調這個實在太花時間了 而且 我覺得這部分好像是不是也要有一點美工的素養 不然的話說是怎麼樣 調出一個 這個App一看 這個顏色就是漂亮 像Apple那個有些App 好漂亮 這顏色 一看就是舒服 這個可能自己要再花一點心思吧 這個是A的部分 這個是B的部分 然後如果還有C的話 甚至你還可以加 加的話就可以再加個DEFG 那以後的話呢 DataSync 你就可以去選那個 ABCD 有沒有 之前我們有ABCD 這樣就可以加 選好之後 所以第一步 先把SyncRover先做好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選擇上面的Download 這個Download的話呢 接下來呢 你就直接給一個 他問你說你這個 名稱要叫什麼 而且呢 他這個地方還有跟你講說要放哪裡 那不過我這個我覺得這個好像 這個參考一下 我待會跟 那名稱的話 我們這個名稱叫106App OK 比如說我這個名稱 取 因為我要給106App用 所以我就取個名稱 然後按個Download Download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他下方就會出現這個下載的一個 VIP的檔 然後你可以把它 怎麼樣 把它按右鍵 解壓縮 解壓縮字 好了OK 這個 我應該是這個 這個把它先刪掉 這個無關的把它刪掉 下載完之後的話 按右鍵 解壓縮 VIP這個地方 解壓縮字 好了 OK 解壓縮字 那你會發現解出來的東西 這個就可以刪掉了 這個是剛剛下載的 裡面的話呢 會有個index 這個不要 因為我們不可能用他的index 我們主要是用他的SingMeans 裡面的哪一個呢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就是這一個 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這一個 檔案呢 複製到哪裡呢 請你把這個檔案 複製到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哪個地方 我們的網站底下 這個106App的這個裡面喔 打開之後呢 請你把它複製到 跟木木底下這個叫JKMobile裡面 把這個複製過來 我把這個先砍掉 把它複製 到這裡喔 特別說這個動作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錯喔 同學都錯在這裡 貼上就好了 就是把我們下載解壓縮之後的那一個 名稱 叫106App.mini 有沒有 點CSV這個 複製到我們 這個網站下方的這個JKMobile底下就可以了 把它複製過來 OK好 複製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你只要再 變動一個地方 他就可以 改成你要的那個布景主題了 哪個地方呢 特別注意喔 主要是在我們的網頁 這個index裡面的第六行 請你把 第六行的 這個什麼 JKMobile斜線喔 特別要從斜線 開始 後面 一直到 點CSS 有沒有 這個名稱呢 改成 改成哪一個 改成你剛剛的 這個 不是我們不是有貼 貼這個嗎 所以我 如果你怕錯啦 其實有簡單的方法 不如你就把這一個檔案的名稱 右鍵重新命名 有沒有 重新命名的話 把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 因為我怕說 你們連打 有時候會打錯啦 幫他掃一個點或什麼 你把它複製之後的話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把它貼到 這個 這個位置喔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貼 貼上哪裡 這裡喔 實際上你會發現 跟剛剛那個檔名喔 有些地方一樣 哪個地方一樣 這個 點mini 點css 點mini點css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刪掉打106f也可以啦 如果你 你不怕打錯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一串喔 把它刪掉 打這個106f到這裡 也OK喔 但是請特別注意喔 插一個字都不行啦 所以喔 我是今天用複製 貼的話把它蓋過去 貼上 好 貼上囉 OK 檢查一下 名稱 OK 然後你跟目錄有沒有東西 重新整理一下 在JQ Mobile裡面有沒有一樣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 那恭喜你 你應該成功了 這個 跟這個 兩個名稱要一模一樣 如果沒有一樣的話 很抱歉 你顏色還是出不來 我來試一下 你會看喔 最關鍵的地方 顏色有沒有變成我們要的 把它按 及時一下 有了 有了有沒有 哇 這個居然變成pink了 剛剛是漏掉了 這邊 這邊的話呢 變成黃色了 有沒有 底下這邊就黃色了 然後 上面的 icon也變黃的 感覺 還OK 好像有個那個 背後點一下 它還會變成紅的 感覺有一點 比較眩一點 OK 這個效果 當然 至於 那個效果怎麼去變更 我想 你還是要try一下 因為細節部分 那我是希望你們可以做出來那個app 可以非常的 讓他覺得眼睛一亮 所以 所以你光 那個 這個網站上面就可以變化出 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OK 所以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1 請你連結到這個 2的話呢 請你把上面的拖拉下來 自己改A跟B 至於如果你要更多的話 可以改這邊 還可以改這邊 每一個都可以改 太多可以改 它每一個這個是 黑的foot 然後 body等等的 那做完之後的話把它下載 下載解壓縮之後的話 解壓縮致辭 請你把什麼 把這個 裡面的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個106app 點mini 點csv 複製到 我們根木屋底下 哪一個就是我們這個網站下面 把它空過來 那並且 把第六行的地方做變更 第六行就是這個 變更成這個名稱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OK 畫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就 把這個 106app部分 就是 先做到這邊 所以今天的話重點就是 多增加了那個 Home的按鈕 跟那個nets 有沒有 Home跟nets 另外的話 就是那個布景主題 顏色的話 至於要長什麼顏色 請各位自行 再去練習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 下一次上課 會給各位時間把那個什麼 106的那個綠島 綠島換一下 你自己找一個 景點 反正那是你喜歡 或者你曾經到過 你最喜歡的 當然 實在想不到 那你就做個學校 學校 學校也就這麼大 學校應該蠻簡單 原製大學的導覽 然後就是幾個地方 就是仿造類似綠島的這個 App 然後呢 盡量把它做 做得漂亮一點 每106app 做出來其實 顏色就不一樣了 至少感覺眼睛就一亮了 這個 美 那以前的話要做美工 花很多力氣 可是我發現用JKMobile 好處就是說 他幾乎什麼都幫你想到了 美工不被解決了 那也不用寫程式 像以前的話 如果要做個App 要寫一堆程式 那這個其實好處是不用寫程式 另外你把它打包之後 你甚至像我那個徐志摩 就是把它打包 就直接直接把它上去了 其實還蠻多 我是覺得發佈一個App 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吧 那把那個今天的部分 那相關的東西 講義上面都有 請各位自行再參考一下 106app的這個講義 把那個 106然後做出一個相關的 導覽部分 甚至如果你們將來假設要發佈那個 發佈App 沒地方你如果沒有註冊帳號 甚至我的那個空間可以讓你放 你可以 掛掛我的那個上面 那也可以 可以在哪裡 Google 上面可以找得到 OK 我覺得QR Code少到這件事情 還 蠻 蠻重要的啦 就像說你Google上面關鍵字能不能找到你一樣 比如說你在某個領域是 專家 但是問題是你那個關鍵字裡面卻找不到你 那感覺好像你是專家嗎 當然可能人家就會問號 但如果說你在那個關鍵字裡面搜尋 都排在第一個的話 顯然 說真的你的 專業度不敢講 但至少你是被 被 容易找到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內容部分 請問一下 我們 將去